香港的形势演变五个多月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 前段时间香港学生死守香港中文大学 赢得了这个世界的目光 我们纽约治港联特别关注 我们一直在举行活动在支持香港人 因为香港的自由非常重要 它不仅仅关系到香港七百万人的前途 实际上它也跟十三亿中国人的前途息息相关 因为它意味着这些人将来是否能够享有自由的问题 如果香港沦向被共产主义就是彻底占领了 那么可以这么说 共产党就有了更多的资本来对抗人类文明 来践踏它境内它统治下的所有的人民 来剥夺更多的人的自由 而且进一步会对台湾构成威胁 所以说尤其现在香港理工大学的同学们 正在顽强地坚守 而且香港各界正在农力支援 因为我们新未来看到很多香港人现在都在娓娓救灶 他们把街道变成了阻碍地方 正在对港警进行全方位的举集 就是大家研判一下香港现在的形势 并且讨论一下香港的前途和出路 因为我们认为整个世界都应该关心香港理工大学 关心香港 而且我高兴地得知美国两位重要的牧师领袖 现在正在香港理工大学 要与同学们共争王 而且他们回来以后会向美国参众两院 和向美国政府报告香港的局势 我觉得自由世界是到了该出手的时候了 必须阻止中共的黑手 不能够容忍他们进一步践踏香港的自由 我们这里面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 中共已经是势力达到它的顶点 实际上它五个月都没有能够征服香港 说明它没有势力 因为香港毕竟它有350万英国海外公民 它有8万美国公民 它有数十万其他国家的公民 所以说呢 香港人的抵抗呢 应该这样说 跟国际自由世界 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也是 还有一个香港人坚持门面 坚持不割洗 这就使得中共虽然野蛮 虽然蛮轰 但是它无法 就是说用解放军进行 八九六四这大屠杀 所以说呢 这也就是你刚才关心的问题 我们要研讨我们下一步 怎么样更有利的 就是说支持香港 能够动员各界力量 更多的支持香港